马斯克口中连接全球的星链究竟是人类的福音,还是悬在地球头顶的定时炸弹? 前几天,中国代表在安理会明确指出,星链卫星曾两次破进中国空间站,迫使空间站实施紧急避碰。 近期还有一颗星链卫星解体产生上百枚太空碎片。 自2019年第一批量产星链卫星发射以来,短短数年,近地轨道已密布数千颗旗身影。 有人称他是填补全球网络鸿沟的救世主,能让偏远地区轻松接入互联网。 但也有科学家发出警告,他正在将近地轨道变为太空垃圾场严重威胁人类未来的太空探索。 真实的星链究竟是什么? 它带来的是福音还是危机? 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彻底说清楚。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星链究竟是什么项目? 简单来说,星链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推出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 或许有朋友会疑惑,低轨卫星与我们常听说的通信卫星有何区别? 这里为大家科普,传统通信卫星多运行在3.6万公里高的地球静止轨道,而星链卫星的运行高度仅约550公里,属于近地轨道。 这一高度的优势十分显著,信号传输时延迟短,仅20至50毫秒,传输速度可达220兆位每秒,与地面宽带速度基本持平。 星链的诞生源于马斯克的宏大构想。 通过在近地轨道部署大量小型卫星构建覆盖全球的卫星网络,让地球任何角落的用户都能使用高速互联网。 要知道,全球仍有超过一半人口无法介入稳定宽带,尤其是非洲、东南亚的农村地区,以及海上作业、极地科考等特殊场景。 传统地面网络根本无法覆盖。 星链的出现无疑为这些地区带来了新的可能。 自2019年启动大规模组网发射以来,截至2025年底,SpaceX累计发射星链卫星已超10800颗,其中载轨运行的卫星数量超过9300颗,全球用户数也突破400万。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长期目标是部署4.2万颗卫星组建巨型星座。 这一数字令人惊叹,4.2万颗卫星的规模相当于过去几十年全球卫星发射总数的数倍之多。 客观而言,星链带来的积极价值确实存在。 最直接的贡献便是填补全球网络覆盖空白。 例如,2023年土耳其大地震期间,地面基站全面损毁,通信彻底中断,马斯克曾提议激活星链终端,协助救援。 虽最终土耳其政府选择自主恢复通信,但这一案例也凸显了星链在紧急救援场景中的潜在价值。 在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大部分传统通信设施被摧毁,SpaceX提供的超过5万个星链终端,直接成为乌军战场通信的核心设备。 甚至被马斯克称为乌克兰军队的支柱。 此外,对于海上钻井平台工人、南极科考站科研人员,以及偏远山区居民而言,星链切实解决了他们上网难的痛点。 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能只片面看待其优势,星链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这些危害不仅影响当下,更会威胁人类未来的太空探索。 接下来这部分内容,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因为这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 第一个且最直观的危害,是大量太空垃圾的产生。 或许有朋友认为,卫星失效后会自行坠落烧毁,无需担忧。 诚然,SpaceX声称星链卫星失效后会自动脱轨,但现实情况远比预想复杂。 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已有583颗星链卫星从极低地球轨道坠落,约占当前载轨卫星总数的6%, 且坠落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 2020年仅有两颗坠落,2021年增至78颗,2024年更是达到316颗。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坠落卫星并非都能顺利完全烧毁,部分卫星在坠落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碎片。 欧洲航天局发布的2025年太空环境年度报告显示,当前1厘米至10厘米的太空碎片已达120万个, 而星链卫星的批量坠落正持续推高这一数字。 切勿小看这些碎片,1厘米的太空碎片载轨运行速度可达每秒7.8公里,相当于子弹速度的十几倍。 一旦与其他航天器碰撞,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就曾多次因太空碎片风险被迫调整轨道, 而随着星链卫星数量不断增加,其自身失控及产生碎片的风险也会持续攀升。 第二个危害是近地轨道资源过度拥挤与轨道运行安全问题。 近地轨道看似广阔,但适合卫星运行的轨道资源实则有限, 尤其是550公里左右的高度,堪称低轨卫星的黄金轨道。 目前星链已占据近万颗卫星的轨道资源, 未来若达成4.2万颗的部署目标, 无异于在狭窄公路上挤满汽车,碰撞风险随时可能发生。 尽管星链卫星具备自动化避碰能力, 但故障与失联风险依然存在。 2024年7月,因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工作异常, 20颗星链卫星被卡在100多公里的低轨道, 最终被迫坠入大气层烧毁。 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卫星碰撞, 产生的碎片会引发凯斯勒综合症连锁反应, 届时整个近地轨道将被碎片全面覆盖。 人类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可能无法开展太空发射, 这绝非危言耸听。 或许有朋友觉得太空问题离我们过于遥远, 但星链的危害已切实延伸至地面与大气环境。 大家是否思考过, 坠落卫星在大气层燃烧时会释放什么? 答案是铝氧化物等化学物质。 耶鲁大学的研究指出, 卫星发射与坠落数量激增带来的排放风险被严重低估, 大量金属颗粒进入平流层, 可能加剧臭氧层破坏。 臭氧层是地球的保护伞, 一旦受损, 紫外线辐射会显著增强, 不仅会提高皮肤癌发病率, 还会影响农作物生长与全球生态平衡。 这种影响具有全球性,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免。 除环境问题外, 星链还带来了更棘手的监管与国际合作挑战。 关键问题在于, 星链是由美国私人企业运营的全球服务, 其行为却缺乏统一的国际监管约束。 最典型的案例是2022年, 乌军计划利用星链引导无人机攻击克里米亚附近的俄军舰队时, 马斯克直接下令切断该区域星链服务, 导致乌军反攻行动失败。 无独有偶, 2025年10月, 马斯克再次下令切断缅甸北部诈骗园区的星链服务, 禁用超过2500个终端设备。 或许有朋友认为, 切断诈骗园区服务是好事, 但核心问题在于, 一家私人企业凭什么拥有决定全球某一地区通信通断的权利? 这种不受国际规则约束, 完全由企业单方面掌控的权利, 既可能被用于政治目的, 也可能侵犯他国主权。 欧盟在2023年生效的数字服务法案中就明确规定, 星链若需中断服务, 必须提前通知欧盟委员会, 否则将面临最高达全球营收6%的罚款。 SpaceX曾因违规被罚款2亿欧元, 此后才提交合规方案, 这一举措正是为了约束此类权利滥用。 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危害, 是对天文观测的严重干扰。 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唐佩迪特发布的视频显示, 星链卫星群在轨道上形成的光点列车, 亮度堪比木星, 可持续闪烁1至10秒。 这种亮度对天文观测堪称灾难性干扰。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 星链卫星已对超过7600万次 射电望远镜观测任务造成影响, 在部分数据集中的图像干扰率高达30%。 即便是哈勃太空望远镜这样的顶级观测设备, 也会被卫星反射太阳光产生的炫光干扰, 导致观测数据质量下降。 对于射电天文学家而言, 星链卫星发出的无线电信号 会与他们所要探测的微弱宇宙信号相互干扰, 甚至可能直接掩盖重要的科学发现。 有天文学家警告, 若卫星数量持续增加, 未来人类可能再也无法清晰观测宇宙, 探索宇宙的脚步, 或将因此停滞。 说到这里, 或许有朋友会感到焦虑, 难道我们要任由星链破坏太空环境吗? 其实也不必过度担忧, 面对这些挑战, 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并逐步采取行动。 首先是推动国际规则制定, 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已发布空间碎片减缓指南, 还起草了对低轨巨型星座的声明。 联合国外空委专门设立太空交通管理议题, 探讨建立统一的国际规则。 技术层面各国也在积极探索应对方案。 一方面, 大力发展空间碎片监测, 跟踪与预警技术, 如中国星眼星座, 可实时监测轨道卫星与碎片, 及时发出碰撞预警。 另一方面, 研发主动碎片清除技术, 致力于清理已存在的太空垃圾。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飞行中心就与SpaceX合作, 开展星链卫星坠落风险相关研究。 更重要的是, 国际社会开始倡导负责任的太空行为, 要求卫星运营商确保卫星在寿命末期能主动可控的离轨, 降低载轨解体风险。 例如, SpaceX因早期卫星反光, 严重干扰天文观测, 后续在卫星上加装了遮阳板, 并加速早期卫星退役。 欧盟、 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也出台了针对性监管政策。 印度要求星链数据必须存储在本土服务器并接受本地监管, 否则不允许运营。 直至2025年5月SpaceX同意合作后, 才获批启动服务。 至此, 相信大家对星链已有全面认知。 不可否认, 星链在技术与商业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功, 解决了全球部分地区的网络接入问题, 推动了低轨卫星技术发展。 但我们更不能忽视它带来的太空垃圾激增, 轨道资源拥挤, 大气环境破坏, 监管体系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的负面影响真实且深远。 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绝非任何一家企业的私人领地、 商业航天的发展, 绝不能以牺牲太空环境和人类长远利益为代价。 未来, 如何平衡商业航天发展与太空环境保护、 科研活动之间的关系, 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这需要各国政府、 企业与科研机构协同发力, 制定统一的国际规则, 研发更安全的航天技术, 倡导并践行负责任的太空行为。 毕竟, 人类探索太空的初衷是更好的了解宇宙, 造福人类, 而非将太空变成另一个被污染的垃圾场。 最后, 想问问大家, 你认为应该如何约束企业的太空活动, 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太空环境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朋友们,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APP, 就是一款叫Himalaya有声书APP, 非常好用, 特别适合喜欢听书的朋友们。 它的华语内容十分丰富, 天文地理历史名著什么都有, 而且都是正版授权。 无论在通勤, 走路, 运动的时候, 还是睡觉前, 都可以听一听, 特别OK。 为了感谢朋友们对我频道的支持, 特别像Himalaya官方申请了14天, VIP免费试用, 一般用户只有7天。 现在立刻马上, 你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 就能领取使用名额, 你先用14天, 如果觉得不合适, 卸掉就是, 不会扣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你就充值继续用。